你好 师父 我是2007年属猪 属猪是吧 2007年属猪 小弟弟你想问什么 问读书啊 对 不用功啊 这个猪整天在睡觉 还玩游戏机 我看这个猪趴在一块玻璃前面 有点像这个电脑一样 是不是啦 是 而且不大愿意跟爸爸妈妈多讲话 就喜欢自己玩 对 你这个孩子叫妈妈不要担心 你会好的 因为你很聪明 但是你这孩子呢 会有两极分化 两极发展 要么就变成一个很好的孩子 要么就变成一个很坏的孩子 你想做好孩子坏孩子啊 好孩子 好孩子要不要听话 你要不要考试的时候 突然之间 哎呦我什么都考得出来 哎呦 为什么我都考得出来 因为你有菩萨保佑 你想不想叫菩萨保佑你啊 想 好 愿意不愿意念心经啊 愿意 就这么救人了 不是 从小就学过了嘛 对不对啊 我有理经 念经 你有念经 小弟我告诉你 小弟弟我告诉你 你的文科不是太好 就是数学不错 你以后从数学 数理化 你很喜欢数学 算 对不对啊 对 因为很多人不知道 自己的孩子 明明是数学的脑子 数理化好 非要让他学文科 学不出来的 很多人明明文科很好 非要让他学数理化 碰到数字头就痛 就这种人都有 所以你这个孩子 他是学数理的 所以你以后 培养他在数学方面 很聪明的 没有问题的 而且他很孝顺 对 对雷啊 very very good 他发脾气啊 好厉害 哎呀 他发脾气 好厉害啊 看看他的妈妈 脾气更厉害啊 现在知道了吧 我跟你说的 孩子的脾气 都是跟爸爸妈妈来的 不要去怪别人啊 就像 爸爸妈妈就像镜子 造出来的就是你自己啊